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人民應該是要指揮民代的 我們討論出我們認為的公共政策 應該要民代去執行的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翻轉的一個關係 所以今天我出來參選立委 希望使用我們自己的政治經驗 來挑戰目前我們非常痛苦的代議政治 我們也要挑戰我們非常痛苦的壟斷政治 人民應該是要指揮民代的 我們討論出我們認為的公共政策 應該要民代去執行的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翻轉的一個關係 所以今天我出來參選立委 不是我一個人要參選立委 我希望揪很多人跟我一樣想要站出來 把我們的權力拿回來的人 一起來參選立委 欠下辭職書 日後好建築 日後好建築 我不願意台灣珍貴的黨外的精神 在藍綠奪權的過程中被掩埋 這是第一個道理 所以我雖然59歲 可是我認為我身上的黨外民主精神 有見證歷史 有見證台灣政黨政治的錯誤 這一次參選我們的算账團 藝人算账團 你們會看到我們在街頭唱歌 我們會開始帶著我們自己做的歌 幸福傳唱 那麼我們一定要聯合在一起 人民民主老大參政 政黨惡鬥 我們要來破解藍綠的惡鬥 我是中盛萬華區候選者 我叫做志文 我今年31歲 我是罕見疾病 脊椎型肌肉萎縮症患者 最近常常聽到國民黨 推選副分區立委代表楊玉欣 代表弱勢的 成為弱勢代表 我非常贊同這個理念 因為我覺得有弱勢的可以成為立委 真的是很酷 我這次參選 在三重盧州和五谷地區出來選 在那個地方有7000多個移民家庭 讓我愛大家說 我們不只找7000多個移民家庭 我們要找全台灣所有的移民家庭 全台灣所有的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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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外國人 還有全台灣所有的移工們 大家都要出來 我們希望說 我們要為移民的人權 大家要看到這些人 他們真正的生存的權利 要我們的選制改革 必須人民通通站出來 才能解決這個結構性的難題 所以我們這次參選 很清楚是要為台灣 已經被藍綠綁架 欺騙性的一個政治結構之下 找出一個新的力量 找出一個新的出路 大陸奏 掌握性的一位 本身是很玫瑟 在研究中 在研究中 究竟成員 被藍綸的關係 你能接受到這次